漂亮优雅的小主机外形 我们以前好像见过的 现在竟然用在千元价位的高性能入门机型上 算是降维打击吗 除了外形漂亮以外 它还拥有双2.5G好朋友 还有各自不同的三个显示输出接口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Intel库瑞 i5-12450H 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海尔云越迷你H12 特别之处是Type-C接口是一个全功能USB4 外接高刷显示和满血存储 还能PD收电和供电 Intel库瑞CPU的入门机型有了全功能USB4 算是头一家吧 在这之前众多的小主机里 我们没有见到 这也许算是后发优势吧 海尔云越Mili H12 装置了8核12线程的i5-12450H CPU 48EU的Intel UHD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3200MHz PCIe 4.0的NVM1 SSD 三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亿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单槽小电源 49V5A 一共95W功率 小主机非常漂亮 类陶瓷的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口 全功能满血USB4 可以接PD电源 双USB3.2A口 后面板 双USB3.2A口 DP1.4接口 HDMI2.0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19V电源接口 取下后部的四颗螺丝 轻轻揭开上盖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背部散热系统 可以给内存与NVM1散热 还可以装一个2.5寸的SSD 直接掀开 就能看到底下了 散热胶粘住了 双DDR4内存插槽 最高3200MHz 现在插了单根的16G 如果要升级 组32G就很方便了 预制了一根2.5寸SATA的连接线 一组PCIe 4.0的NVM1 是长江存储的PCIe 300 NVM1下面有WiFi6E无线网卡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只用了30秒 CPU功耗从54W降低到45W 整机功耗73W CPU频率运行在3.4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考的30分钟内 12450H很稳定 CPU功耗一直保持45W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7度 CPU一开始的54W功耗 碰到了96度的温度强 降频到45W 一直保持 长时功耗释放式的温度 最高89度 还行啊 我们首先使用 Hair H12迷离主机的 i5-12450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19分49秒 共计1189秒 这个成绩还行 和部分12代酷睿 低压和标压的CPU差不多 不如AMD RAZEN 5000系列标压CPU 和民凡的12450H相比 差了一点 CPU-Z多线程4743.3 单线程707.8 和其他12450H差不多 高过了5600H一点点 GACPENG5多核6480 单核1572 低于5600H了 GACPENG6多核6852 单核2176 仍然低于5600H CPU-Z多核9813 单核1656 和民凡家的12450H几乎一样 比5600H高一点点 大幅超过了Mac mini M2和M1 PASMAC多线程17387 单线程3663 比5600H低一些 还是大幅超过了M2和M1 其实有几个跑分不太正常 根据经验判断 是单通道内层的锅 我们给海尔H12 添加了一根16G DDR4 3200MHz内层 看看双通道内层下 成绩能否提高 立竿见影 GACPENG5多核成绩7946 超过了5600H和M1 GACPENG6多核成绩8944 接近了12650H 超过了5600H和4800H PASMAC也有大幅提升 多线程19326 和5600H以及民凡12450H差不多 自然我们再测了转码成绩 结果是17分31秒 共计1051秒 和其他家的12450H没有区别 我们还给这台12450H 运行了OpenW测试 AS932327 XX20477850 CORMAC283005 在CORMAC成绩上 它比5600H高一点点 和民凡的12450H几乎一样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i512450H的性能发挥 和AMD Rhythm 5600H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816403 CPU得分440147 接着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画质 最后大弹战100帧左右 原神1080P低画质 跑起来只有30帧左右 青雄铁道1080P低画质 跑起来接近40帧 战斗30多帧 这就是48EU的UHD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bit RGB 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0的标准 DP和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 非压缩格式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USB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位 2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英特尔48EU的UHD核显 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3900兆B 达到了比较低的水平 USB4接口连接外置硬盘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数据读取能力 还能接入PD电源 这在千元入门 库雷机型太罕见了 WiFi测试 Intel X211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75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水平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海尔云月H12 装置了霸盒12线程的 i5-12450H CPU 45W的性能释放 Windows下待机功耗 42.1到13.3W CPU-Z最高功耗 84.68W 单核满载功耗 46W GagBenji 5最高功耗 87.78W GagBenji 6最高功耗 87.32W CeliBenji 223最高功耗 86.90W PASSMARK最高功耗 88.20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89.36W CeliBenji 2024 最高功耗 88.70W 时温2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6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这台小主机 CPU满载的时候 噪音是51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 442分贝 Hair H4212450H 迷你电脑 45W的性能释放 表现接近AMD Risen 5600H 颜值出众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丰富 全功能USB4接口 是这个价位的 英特尔酷瑞小主机中 仅有的 实在是找不到杀缺点 没有提供准系统配置的选择 是不是算一个呢 自己有内存 SSD的朋友 还是有很多的 总结一下 45W的功耗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优秀 特别是由背部散热系统 可以给NVMe和内存散热 显示接口 存储接口 网络接口 全功能USB4 接口兼容性完美 这台小主机 具有优雅的外形 完美的接口 不熟的性能 它完全值得我们推荐 在千元价位的小主机里 又增加了一个 令人心动的选择对象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